進行下一回合 贏者全拿 贏者全拿Sandra請獎規則 好 這一回合呢 同時作答AB兩個選項 答對的話 累積獎金每個人代表1000元 答錯的話 此輪就淘汰囉 那獎金會一直累積嘛 那每一輪最後留下來那一位 可以把他累積的獎金 全部灌給自己 贏者全拿 總共進行三輪 我們第一輪請出題 請做答 古林大哥選擇的是保護佛金 請說 因為這個佛金很寶貴嘛 那可是老鼠會去咬啊 所以養了貓 老鼠就 貓抓老鼠 對 就可以這個佛金 就不會被咬壞了 對 還有蟑螂 貓也會 也會知道蟑螂 而且你看那個木乃伊 只要看到貓 那個木乃伊就 就跑掉了 那是卡通裡面有演吧 那是貓咬咬啊 有這樣嗎 神鬼神奇 對 我也是剛也是這樣講 我在小學 貓一出現那個人 突出跑掉了 那個貓就看到那個貓就 消失 印和田 印和田 對 印和田 選B 我想說 因為那個 他們去取經的時候應該會很無聊吧 對 養貓 對 養貓 這就是咚咚咚 可愛的 貓也覺得你很無聊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保護佛金 清淡學者呢 王初彤他裡面編傳的書裡面提到 中國的貓是在唐朝的時候 為了防止 因為老鼠會啃咬佛金嘛 所以才特別從印度也就是天竹 帶回來然後養牠 所以自此呢 在中原地區才有了貓的存在 那家家戶戶開始養貓戶書 那很多先情的文獻裡面 都可以找到貓的身影 那貓會那麼乖嗎 之後能幫你養老鼠 沒有 他不是為了保護書 他只是想追老鼠 對 好 兩位請休息一下 稍坐休息一下 來 加三千 下面一題請出題 17世紀初 英國人乘上五月花號 移居至荒芜的北美 請問他們移居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A 淘金熱潮 B 宗教原因 請做答 只有古靈老師選宗教 不是淘金嗎 不是淘金 因為那個北美並沒有淘金熱 淘金是在舊金山這一邊 對 所以他們當初是因為他們是清教徒 他們信仰清教 他們遭受到宗教的迫害 所以才跑到美國去的 可以 可以 什麼都可以 只要 問題是不一定是真的 不過他講的說 真的是在舊金山這邊 你看那個陳隆他們演的紅番區 是 或很多那個 當初很多亞洲人去那邊掏金 對 蓋鐵軌 都是在加州這邊 西邊 對 所以那個舊 三番是叫舊金山 對 後來去澳洲的墨爾本 台墾 那邊叫做新進山 對 那詹緣呢 你選的A 因為我想說 因為我想說就是 九份的金瓜石 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才有淘金熱潮 然後錢在哪裡 人就會去哪裡 早期華僑到外地去闖 就是這樣 對 我覺得錢在哪 人就在哪 你也是這樣想 是 我本來想說 一看到題目確定淘金熱 可是剛才苦林老師一講完 馬上動搖了 我們要掰了 請顧目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宗教的原因 5月8號呢 是一艘英國的船隻 1620年的時候 將一群英國分離主義者 從英格蘭運到新大陸 那船上的人我們叫他 天陸客 那這些天陸客呢 是因為當時的英國清教徒 一直要改革跟進化英國國教 那天陸客他們決定 我不想跟你們一樣 所以他要跟英國國教分離 他們覺得英格蘭教會 太過腐敗了 所以16200呢 他們決定穿越大西洋去到北美 然後建立了新英格蘭地區的 第一個移民的居住區 原來是如此 來兩位請回答 加一千 這一回合只苦林獲勝 只有達到4000塊 請入苦林的帳上 要進行三輪嗎 這是第一輪的 第二輪請出題 在輕功劇中 常常會看到 宮中的女子被稱為格格 請問 格格在滿文中指的是什麼意思 A 未出嫁的女子 B 第一位公主 請作答 蛤 未出嫁的女子叫格格 為什麼他要選 我也格格 就是公主 還珠格格不是公主嗎 對啊 我以為格格就是公主 各位 留意 因為我的歷史 這一題啊 不是歷史老師教的 是瓊瑤老師教的 我就是看還珠格格 學這一題的 所以我想說 格格一定選公主吧 可是大家印象就是 對不對 她就是公主啊 是是是 為什麼大家四個人都選中 我們會有出嫁的女子 B 選項她是第一位公主 那我記得格格 很多女生 就很多格格在裡面 她就不會是第一位 所以以刪去法來講 應該要選擇A 這有個故事可以補充 那個慈禧太后 在這個後期的時候 有一混血的格格 在宮中 其實宮中的女子 未出嫁的話 都會被稱為格格 後來 其實也不能說 每個人都稱格格 但是基本上她是個尊稱 然後後來這個 這個跟著她的 這個叫德榮 她就去了美國 還寫了回憶錄 所以我們很多對於慈禧 她都知道的 都是她用 都她寫出來的 對 她專寫這個回憶錄之後 再翻譯出來的 這個 因為我是滿足的後裔 我是齊言 你看我臉那麼長 對 可是依然這個乾隆 臉那麼長 你前面剛剛講 朱衛亮跟周宇的事情 我們不太相信你這件事 對啊 其實我是那樣 我早上流眼淚 下午才到下巴 你臉那麼長 那個我跟妳講這個 愛心結羅他們是正黃琴 真的嗎 所以他們現在姓金 對 像我們鄉王琴 葉赫拉拉 我們就姓王 所以不是隨便說 是其人就其人 那我們其人很清楚的 就格格就是客氣嘛 比如說小姐 以前不是隨便叫小姐 就是有錢人家的閨女 才叫小姐 可是現在我們什麼人 都叫小姐 所以格格也是這樣的 是喔 她就是一般的女生 未出嫁的女子 對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未出嫁的女子 我會選公主 我也會 格格的意思呢 就等於漢語的小姐 或是女士 那滿人日常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不分貴賤啦 只要是年輕女性 尤其是未出嫁 就可以稱之為格格 但是呢 作為封號 或是你如果把格格 拿來對漢人使用的話 代表她是身份尊貴的年輕女性 那清兵入關之前的厚金時期呢 部落的酋長啦 或是高級貴族的女孩子的女兒 才能稱為格格 那之後格格這個用詞呢 才被清朝的政府 策封為女性的正式封號 喔 加4000 下面一題請出題 亨利八世是英國史上 最具爭議的國王之一 請問 他不惜使英國脫離羅馬教廷 改姓新教 是為了什麼 A 讓女兒繼位 B 離婚 請作答 陳遠 這個跟歷史這個課本有關 第五冊第三章 真的假的啦 才講出來 你知道我們不會去翻嗎 古教明知耶 沒有 就是那個 因為當時英國是 那個虔誠的天竺教區 那所以呢那個 天竺教原則上他們是不能 就是不能離婚的 那因為當時的皇后叫凱撒林 然後她就想要人老朱皇 然後又生不出那個男生 所以呢 亨利八世就想要出去作怪 對 所以後來 後來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也順便借力用力啦 因為當時就是 到底誰是老大 是我英國國王是老大 還是天竺教廷是老大 他們比較不知道 所以呢 這個她生機發飆 我說我是老大 還是你是老大 對 我就是要離婚 好 然後就趕快去起起她 新教是可以離婚的 對 自己創新教對不對 羅馬教廷那是不行 就是那個太教英國國教派 對 那是因為婚姻問題 對 那 她裡面有幾個女兒很有名 就第一個大老婆那個女兒 就是血腥馬力 對 因為爸爸搞小三 所以那個害我媽媽 就是辛辛苦苦 然後被拋棄 對 所以她就是幹掉很多新教徒 對 然後她的那個二女兒 就是第二個老婆的那個小朋友 這是未來的那個伊莉莎白 好 請公布正確請到 正確答案是 B 離婚 海里巴士呢 是都督王朝第二任國王 1509年的時候繼位 他因為呢 他自己是愛上了別人 想要把本來老婆修掉 娶個新皇后 然後跟當時的教宗反目成仇 那他乾脆自己 就推行了英格蘭的宗教改革 而且通過一些重要的法案 容許自己另外娶之後呢 然後他這個清教 就叫做英國國教 然後自此英格蘭教會 就脫離了羅馬教廷 然後他自己也順勢當上了 英格蘭最高的宗教領袖 然後解散了教廷 在國內的修道院 然後把自己英國皇室的權力 達到巔峰 但是他在位36年間 其實娶了六個老婆 值得值得 值得 不能歷史哥 這個叫幹嘛 歷史哥 有一個小故事 其實他是想要生兒子 他孩子沒有生到 他前面都沒生到 所以他後來有生出來 可是這個兒子呢 沒有人敢傳都後代 很快就掛了 很快就掛了 沒錯 所以他就是註定沒有兒子命嗎 對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喔 拜託 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 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 喔 喔